记者今早走访双西威巴沙采访时发现 本地雇主对政府落实电子钱包系统 保持两极化反应 可是也有一些雇主认为 直接把钱存进外籍员工的银行户头 能防止他们乱花钱 他们的钱会省得很多 因为看到有钱 不是在这里做就在这里用 因为有钱你就变一了 变成你的家庭有钱了 外籍人家的钱是很高兴 因为在日本 如果还要赶钱 外籍劳工对政府执行电子钱包的政策并不抗拒 但是领取现金的方式已经行之有年 对他们来说是更加方便 我认为是要赶钱购买账 不然如果我们有钱 我们可以购买 因为它很难 如果我们赶钱购买账 如果赶钱购买账 我们可以再赶钱购买账 虽然受访的雇主和外籍劳工 对于电子钱包系统的利弊观点不尽相同 但是他们认为 只要政府颁布指令 一定会依循法规 听命行事 巴的空间 张一慧 巴打零在野报道